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男朋友叫薄贤 我跟薄贤在一起没多久以后吧 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我跟他一起去逛街 我就开上一条裙子 结果他跟我说那裙子不适合我 就适合小雨 问我要不要买回去送给小雨 说小雨穿上肯定会好看 我是因为小雨才认识他的 所以我也就没有多想 那衣服我也买了 然后我们俩有一次去吃火锅 他也跟我说 那店是小雨以前说过很好吃 其实我平常跟他说哪儿哪儿好吃 他可从来不记得 所以我越想越来越问对家 我打电话问他 我说你到底是不是喜欢小雨 然后呢 他虽然没有承认 但我觉得他还是喜欢小雨的 你为我干嘛不直接问小雨呢 我问了 小雨也是跟我说没有 而且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没多久 他就说他要搬出去住了 我后来约他出来的时候 他就不怎么出来了 以前我俩是天天黏在一起那种 我后来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以后 我就觉得他们俩应该是有一些什么 那你今天到这儿来 真想撮合他们俩 还是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回事 其实都有吧 如果他们俩真的是互相喜欢的 那我真的是真心希望他们俩能够在一起 成人之美的心固然大家都有 如果是我 我也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如果他们俩要是真的有感情的话 我倒觉得这个男生挺恶心的 如果他们俩之间真的背着你有点什么的话 说难听了 这两人之间干的事全瞒着你 你还作合他们干什么呢 就完全有背道德呀 因为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相互喜欢 有好感 有好感 而且应该是在我表白之前 然后他们俩有好感 就因为这样我才更会愧疚就觉得 也许是我破坏了他吗 其实世界上80%的事 都不是坏人办的 而是好人好心办坏事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仨就是应该挑个天窗说亮话 自己就选择自己最爱的就完事了 别这么绕 其实我觉得你的男朋友和你的室友 压根就没有什么 他们就是纯洁的这个男女朋友关系 就是朋友你别忘了 你跟你男朋友在一起 还是你的室友介绍的 他不可能是说 是你扩大了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你懂吗 如果发现他真是一个 会和女孩子搞暧昧的这种男生 我们宁愿这种男生不要 那如果他的男朋友和室友之间 是没有这层暧昧的 他们就是很单纯的男女朋友关系 你现在站出来 就然后进行这样的一种表白之后 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不是更加的尴尬吗 不尴尬 我觉得如果真是没有的话 正好澄清 不尴尬 首先第一你不信任你的男朋友 第二你不信任你最好的朋友 而且你的男朋友还是你的室友 帮你去介绍的 其实我觉得恋爱中的两个人 都是很敏感的 他爱不爱你 他喜不喜欢你 他有没有真心的跟你在一块 其实你是能感觉得到的 如果真的按你所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男人做的事情 确实挺恶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人都不够爱 否则不会出现妥协 其实还有一些事情 当时我会跟我男朋友在一起 其实不是我表白的 不是你表白的 谁表白的 是当时有一次 我不是老让他把我约他吗 有一次约完 然后小语就先走了 然后我男朋友 他就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开心 然后但他问我 他说你是不是喜欢我 那我确实喜欢人家吗 我就承认了 然后他说那我们就在一起吧 当时那个状态 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 特别像赌气的那种感觉 倩倩与室友小语 情同姐妹 却因为男孩薄贤的出现 两人关系如简疏离 直至倩倩与薄贤恋爱 小语竟悄悄搬出 与倩倩同处的居所 事后男友多次提起 室友小语 让倩倩意识到 本来是薄贤女友的自己 却好似破坏了室友与男友之间 暧昧不清的感情 在生活中无底沟通此时的倩倩 选择来到现场 要向室友和男友 说出心中的困惑 并表达 如果在认识她之前 两人就早已心生爱慕的话 愿意成全二人的愿望 那么 事实如果真想倩倩猜测 小语和薄贤早就心有好感 为何没在认识她之前走在一起 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他们会来到现场 接受倩倩的告白吗